2015年元旦假期 中国大陆媒体热炒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家三代 在海南旅游的消息 但是相关的消息当天即被删除 4号在江泽民的老家江苏省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 同一天 原江苏省的副省长 海南省省长蒋定之 又辞去了海南省省长的职务 有分析认为 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 对江泽民露面的反击 中国多家门户网站3号演出 海南东山岭微信公众号的消息 报道江泽民一家三代人 年初在海南东山岭旅游的新闻 并附上相关照片 照片中 江泽民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行走 途说介绍 江泽民对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说 这么好的风景名胜 海南要大力宣传 北京也要大力宣传 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 以后这山就人山人海了 临离开时 江泽民还大声说 江泽民到此 不需此行 但相关报道很快被删除 1月4号 江泽民的老家江苏省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 成为2015年第一位被查的副省级官员 当天 海南省省长蒋定芝 也被辞去省长职务 时政评论员古春秋分析 杨卫泽和蒋定芝都是江派人马 这次他们一个被拿下 一个被辞去省长职务 应该是习近平对江泽民高调露面的大反击 江苏是江泽民的老家所在地 现年60岁的蒋定芝是江苏丽阳人 2010年进入海南省委之前 曾立任江苏省镇江市委办公室主任 杨中市委书记 无锡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副省长 2013年10月就传出蒋定芝 因贿赂周永康秘书及儿子获提拔遭调查的消息 无独有偶 53岁的杨卫泽也是江苏人 曾先后担任过苏州市市长 无锡市委书记和南京市委书记等职 当地媒体报道 1月3号 杨卫泽还在主持南京市元旦长跑活动 当地一位消息人士说 4号上午 南京退休官员还接到通知 6号要与杨卫泽开会 大陆财新网4号的报道暗示 杨卫泽涉嫌周永康案 2004年到2006年 杨卫泽在周永康老家江苏无锡担任市委书记 财新网采访时 听到多位当地人士讲起杨卫泽 与周永康亲属走动频繁 已接近周永康的故事 去年9月 海外多家媒体报道 杨卫泽曾向周永康输送美女主播 他也与这些女主播发生关系 报道说 杨卫泽还给周永康的兄弟和妹妹 以及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输送大量利益 自前年10月 被称为江泽民老家 杨州大管家的纪建业被带走调查后 江苏官场地震不断 去年8月18号 南京丽水区委书记江明被查 9月13号 南京建业区委书记冯亚军被查 9月17号晚 江苏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被带走调查 10月11号 已退休8年的原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林落马 中国法学专家赵远明分析 江泽民在位时已贪腐治国 江苏官场的中上层官员大多都是江泽民提拔重用的 赵远明分析 由于周永康和江泽民家族在江苏耕耘多年 人脉极广 接下来江苏可能成为中纪委调查的另一个重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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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